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这个呢 大家比较避讳谈的 也不能不谈的 重要的什么呢 信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说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怎么讲 圣经开通明义里肯定这一项美好的真理 神创造本意是要人享受 享受的是男女之爱 而在创造主面前 男女的尊贵和价值是无分贵贱的 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同盟赐福 生养众多 变满权力 管理一切 男人和女人都是带有神的形象的人 在治理大地的世上同作伙伴 不管后来说了些什么 两性的平等位置都不容修改或反对 创造所定的次序没有任何文化的废除 当然 平等不是相同 两性平等 但具各不同 平等与互补是相配的 所以我们还要补充说 人的悖逆与堕落虽然把人类的性关系亏损了 但神仍是定义借着福音去收复他 甚至是深化他 因此保罗使徒能写信给加勒太人说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这不是说基督已没掉了种族 社会 良性的一切分别 男人乃是男人 女人乃是女人 但在基督里 当我们一主亲联起来的时候 不管我们是男是女 都可以畅快地与神默契 也可以别人畅顺地团契 因此我们在基督圣里面是平等的 同样因信称义 同样有圣灵内住在心 男女在基督的群体里面 应比基督外的组织更加相互尊重和珍惜 我们明白自己的地位 受造时是平等的 蒙救赎以后更加如此平等了 所以斯托德在感悟这个时候 他都特别分享了 男女都是被神所造 所以在这个地位上 社会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他谈到一点 但是平等不等于相同 平等不等于两者没有差别 他们的社会的角色 他们的家庭的位置 这些事情 谈到这个性呢 我想这里面是大家比较敏感的事情 也是现在需要谈的事情 那么斯托德博士在他讲的这时候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问题还没有目前这么敏感 所以第一个 性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你承认不承认也好 性是个客观存在 而这个客观存在 在我们普遍的神造万物的时候 生物界 有雌雄同体的 还有雌雄一体的 而我们人作为神造的最高级的有灵的动物 有灵的动物 那么我们是雌雄一体的 他们造的这个呢 因为染色体的缘故 这个X和Y 如果是两个X并在一起的 那么就发育成雌性的特征 内在的 外在的 表象的 女性的乳房啊 生殖器啊 和男性的子宫啊 都和女的不一 有卵巢啊 和男的不一样的 而男的呢 他自然 他的生殖器啊 还有内在的搞完呢 这些东西和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就注定了从生物学上讲 从基因上 从DNA上 从外在的器官组织上 男女是有明确的差别的 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 长河当中啊 男女之间一直有分工 那么原始社会 比如说它是母系社会 后来呢 男性逐渐主导这个社会 那么男尊就是男尊女卑 那么后来呢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进步 那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是吧 理解圣经 那么男女呢 逐渐出现了女权运动 那么男女平等 这个就对大家逐渐的接受 那么现在呢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出现了这个变性的人呢 生物学的这个男女之间 男女的差别和情感上的男女的差别 自我认同上的这个差别 这问题就大了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大了 那么这个呢 是现在呢 这个在基督教也社会上 讨论最激烈的问题 是吧 那么从这个创世纪神造的时候 他是把男女性别是分开的 分得很清楚的 都不管男女 都是跟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那么是吧 对不对 社会呢 对吧 这个是没有差别的 那理解这个就好 好不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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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